这个女人名叫布兰达 是一名警长 今天的案件发生在一间酒吧 在被害人身边的是他的兄弟 因为情绪过于激动医生给他吃了镇静剂 男人手里还拿着的胸器 是酒吧里的人从案发现场拿回来给他的 布兰达真的无语了 因为他们来之前很多人去过现场 所以基本上得不到任何的有用信息 现场已经被破坏的金光 被害人的死因是被棒球棒击打头部致死 而他死后还被人反复击打 因为他的肋骨手臂以及大腿都有粉碎性骨折 看起来凶手似乎十分憎恨被害人 他身上的财物被洗劫一空 唯一留下的是一条薄金项链 因为藏在被害人的衣服里面 可能凶手没有发现 因为凶器被很多人碰过 已经没有什么参考的价值 所以他们只能从罐犯里查 很快警方就把之前通缉的犯人抓到 他曾多次持谢袭击路人抢劫财物 布兰达让被害人的兄弟过来指认凶手 可他说晚上太暗了 他根本没看清楚凶手的脸 当时他俩从酒吧出来以后 他把外套忘在酒吧里了 于是他回去拿 等他回来的时候 就看到有人用棒球棒在打他猫娘 他赶紧跑过去 对方把棒球棒扔向他以后就逃跑了 他没有追 因为他发现朋友就要死了 布兰达又把在被害人身上 发现的那个项链给男人看 他说这不是他朋友的 因为他现在应该买不起这种首饰 到目前为止 布兰达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证据 他现在只能先去审问嫌疑人 他试图用他少年时候 曾经过少管所的事情 分析他现在反社会的人格 从而明确他的杀人动机 可嫌疑人却激动地说 他不憎恨任何人 他跟这些人并没有恩怨 他这样做只是为了钱 他昨天确实袭击了被害人 脏物现在就放在 他女朋友车的后备箱里 警察很快来到他女朋友家里 在汽车的后备箱里 果真发现了脏物 但奇怪的是 他们在脏物的旁边 还发现了一根棒球棒 那之前的那根是怎么回事 布兰达检查了脏物 却没找到被害人吧 既然他抢劫是为了钱 那财务跑哪里去了 所有人都觉得既然嫌疑人 已经承认当天晚上 袭击了被害人 那人应该就是他杀的 案件也应该结束了 但布兰达觉得凶器和财务 都对不上好 事情一定还有蹊跷 既然案发现场 看起来像是仇杀 那他就从被害人身上下功夫吧 于是他先从 目前唯一的线索 被害人身上的那条项链下手 他让警员调查 这条项链的处处 还调查了一下 被害人的通话记录 看看他跟谁还有密切的联系 于是很快他们就查到 有一个经常跟被害人通话的人 是一名摄影师 而他也是这条项链的购买者 于是他们找到摄影师 并对他家进行了简单的搜查 果然发现了很多被害人的东西 原来被害人正打算搬来跟他一起住 而那个项链也是他送给被害人的 布兰达把摄影师带到警局 之后让被害人的兄弟指认 然而他却说不认识这个人 这让布兰达非常不解 因为被害人跟摄影师已经交往了很长时间了 甚至还说过要从男人那里搬去摄影师的家里 连行李日用品都拿过去 男人怎么可能一点都不知道 布兰达还查到 在三个星期前 男人曾经购买过一个跟凶器一样的棒球棒 就在昨天 他还用同一张信用卡买了套衣服 而这张信用卡 他本应该在被害人丢失的钱包里 于是男人不得不承认是他杀了人 因为他不能接受他的兄弟离开他 这些年对他付出了全部 并且他们两个的是亲朋好友和同事全都知道 他丢不起这个人 然而对方却执意要离开 于是他便决定杀了他 案件终于解决 也跟布兰达最初猜想的一样 这是一起仇杀 有时候感情就是这样 一个人爱的你时候眼睛里都是你 而不爱的时候连个眼神都懒得给你 当爱情的光芒散去 不要埋怨任何人 因为不是每段爱情都能开花结果 也不要期盼每段爱情都能从始至终 毕竟过程已经很美好了 何必执着于结果 这些年轻人都能开花结果